请各位来宾就座 暂时提醒各位来宾 请把手机关机或调制精英模式 以免干扰比赛的竞争 同时也暂时呼吁各位来宾 当变手中在发言时 请各位来宾尽量控制自己的掌声 以免影响变手发言 暂时也提醒双方教练 除了中场提示环节以外 教练团严谨尽在比赛进行过程中 对场上变手进行 进行任何有声过五声制提示 大会主席有权禁止或纠正任何干扰比赛之行为 一经提成 评审团有权扣除该队伍之整体得分 此外 基于公平原则 场上变手禁止使用及携带任何电子通讯设备 若场上变手有携带任何电子通讯设备 请立即将该设备交流场下教练团或智能能保管 谢谢合作 各位来宾大家好 首先欢迎大家出席由精英大学华为学会主办 第九届精英杯两桌中学华与变运公开赛 马上要进行的是本赛会AV组第四场的出赛 我是这场比赛的大会主席林启轩 坐在我左手边的分别是邓广方的计时员 兼计分源 陈叶天赋以及郑书云 欢迎大家们 接下来先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比赛的双方变手 坐在我右边的是正方的代表队 中国上海市市州中学 一边朱泽宇同学 一边朱英迪同学 一边赫倩尼同学 一边周紫菲同学 家中学中学 这边是当海市州中学 名队相在是同学 各位好 一边三边 往左手边的是反方代表队 台湾高雄女中 一边颜芝廷同学 各位好 一边延芹同学 各位好 一边胡佳同学 再强各位 一边阳心同学 父母好 高雄女中 后再强各位 当然除了比赛双方 老师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今天决定胜负的灵魂人物 也就是本场比赛的大位评审 第一位江国庆老师 他是马大辩论队教练 二位大华明老师 他是坐下国际辩论赛事评审 知名辩论教育专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辩论队前队长 曾获第二届国际大学精英杯奥瑞钢 辩论赛冠军及全场居家辩手 第五届马兴奥中华杯大专 辩论赛冠军及全场居家辩手 第二届新变国际辩论公开赛亚军 以及第三位郭慧中女士 他是上海市世界万国女中学教练 感谢各位听伟 摆论中中共出席本次再会 欢迎你们 好 相信大家对比赛的情绪 已经相当了解了 那我以后不都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这场比赛 比赛的题目是 正方 推行公共政策 民意应是第一考量 反方 推行公共政策 民意不应是第一考量 我重复 比赛的题目是 正方 推行公共政策 民意应是第一考量 反方 推行公共政策 民意不应是第一考量 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 有请状况意愿一步到展台 您的生论时间为四分钟 即时将会与您开口坏后 开始比赛 有请 现主席大家好 2400多年前 中国著名的思想家 任子就曾经说过 民意委会设计次之 均为情 2000年以后 我们依旧能够感觉到 民意对一个国家的运转 有着巨大价值 而我们双方今天讨论的 正是当政府推行一套 公共政策的时候 民意应该摆在怎样的位置 要理清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了解政府 要怎样落实一项政策 政府落实一项政策 包含两个阶段 制定阶段和推行阶段 在制定阶段中 政府需要综合考量 如何制定 理由是否合理 落实所需资源是否足够 政策如何达成既定的目标等等 我方认为在这个阶段中 所有的因素都需要 因时应地之一地 放在不同的重要性上 不存在永恒的第一考量 而在推行阶段 所有的基本设定都已完成 我们需要思考的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该如何推行 这里就会有两种 不同的选择 一种是为了 在推行的过程当中 审视审理 让政策可以雷厉奉心地实施 就罔顾民意 用政府的强制力 将政策推行下去 而另一种选择是宁可耗费一些沟通的成本 也要让民意充分认知 并支持政策的推行 举例而言 在中国普遍存在拆迁的现象 若是以民意作为第一考量 那地产开发过程中 就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而若是以效率 作为第一考量 执行起来虽然简单 但必然会造成百姓的反感 既然因拆迁带来的形式案件屡见不鲜 蒋进龙甚至因为官房被拆迁谋杀了村妇之书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变题其实就是让我们在二指之间做一个选择 到底是把民意作为第一考量 还是把一时所谓效率作为第一考量 无方认为前一种思路更可取 理由如下 在现实层面 以民意为第一考量能够带来诸多好处 普通民众很多时候都会难以理解政府政策制定的意义 甚至一些时候政策本身会影响到我们的欠生利益 所以如果在政策推行当中 不对反对的民意做出充分的考量 那么轻则政策推行的过程中 养奉因为理想政策推行效率 重则出现游行 静坐等抗议示威行动 激化政府与民众的矛盾 必须整个政策彻底搁置停摆 那么非单政策的效果无法实现 反而还使得政府的形象也受到极大的损失 更加得不偿失 更为严重的是 脱离的民意的支持 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甚至都会受到挑战 所以我们说在政策的推行过程中 充分的民意沟通 可以说是磨刀不务砍柴工 能使得政策更加顺利的推行 在价值层面 以民意为第一考量 正是民主价值的体现 在一个以效率为第一考量的社会 其实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民主 每一个人民的声音尚且有可能不被听到 又和他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各位 我们坦白承认 民主的制度不是一个高效的制度 它当然需要时间去做充分的沟通协调 但正是这样的制度 在最全面的考量的民意 最完整的听清了每一个普通公民的诉求 这是一道相对麻烦 但却最不坏的制度 专制的制度 加快了城市 变化的速度 却忽略了人心跟随的脚步 我们的国家绝不仅仅是政客的国家 更是属于在座每一个人的国家 而这个国家的建设 也绝不仅仅是靠几个官员的推动 更是需要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努力和支持 政府需要意识到 这样的所谓节奏拓塌 正是民主的代价 综少数数 国方认为推行公共政策 民意应该是第一考 谢谢 谢谢 请留步 一百方二边上台 时间为两分钟 请留步 Jamboos 謝謝主席公共 lindo好 嗯 vandaag640 Göring protonrieben說制定的時候要綜合考量 所以不能制定政策的時候不能單一義重 некотор 所以 friend 誰覺得公共רב也了解說 這種公共政策不能支考量民意 再來我們看最後risingaudition股標準在動作 我發現意思是 制定公共任的時候不能支考量民意 我們就要看推行 好 推行的時候 假如有民眾不反對 有民眾反對 民眾就不做對不對 是嗎 在民眾反對過的時候 如果說是50% 50% 那我們可不可以寫這個政策 所以民眾的意思是說 只要有人反對 所以民眾是說只要有人反對 民眾是要說多數人反對 還是沒有贊同到多數 就是民眾的標準在哪 在什麼情況下才能實行一個政策 當民意的程度達到多數俗稱小數 如果有少數可以尊重多數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進行這個 所以民眾表現的態度是 只要他們是用多數決 只要只有少數人反對 他們還是會做 那民眾表現為什麼這些少數人的意見 可能不用傾聽 我們沒有不傾聽啊 我們也說啦 可是他們怎麼尊重 你方就是繼續做啊 他反對還是繼續做 你方怎麼尊重 就比如說我們社會中啊 有種人反對吸煙 有種人就是煙影接不掉 那怎麼辦 都沒有好 先看看我方例子 假如今天有個政策是要不要蓋和能發電廠 它只有要跟不要的選擇 有多數人決定要 少數人不要 你方要不要蓋 那當然是在一個選擇合適的地方 要不要 什麼叫合適的地方 我方這樣告訴你的例子是 有多數人同意 少數人反對的地方 就是少數人能夠接受的地方他去蓋啊 所以哪有什麼少數人同意的地方 所以你方要追求的是 所有人都同意才做嗎 那不然不是 所以今天都沒有跳動立場 本來說多數人同意就做 現在其實都沒有立場 是要每個人都同意再做 那都沒有我方先確認其他東西 你方說你方要追求效率對不對 你方說明仗謝謝反方熱面 謝謝 接下來有請反方一遍爭論 時間為四分鐘 一時將會已經開放片 有請 現在主席各位好 所謂公共政策 根據了解公共政策一書中指出 是指針對公共議題由政府提出的選擇性方案 而所謂的第一考量就是 任何作為都不能抵觸的價值 來個比方 當我們說行車以安全為第一考量 就表示我們在滿足安全條件的前提之下 才會去考慮如何節省行車的時間 特別要注意的是 不是有考量安全就好 而是安全是最高原則是行車前提 在符合我們對於第一考量的予以解釋 他回命題就是說 無論推行任何政策都會以滿足名義為優先 宣認完前提與定義之後 就讓我幫以下三點來論證命題 第一 政治學有句諦語 民意如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樣 變動快速的民意難以作為 需要穩定長期推動政策的基準 所以當然不應該成為第一考量 沒有一個公共議題的民意表態 是會更普遍的 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領導人 甚至不同的心境 都有可能會影響一個人對於議題的表態 以台灣來說 當初要推行全民健保的時候 反對的民眾高達八成 政府執意推行的結果 現在成為滿意度最高的公共政策 但以美國為例 2013年國會激變對外軍事政策前 民眾反彈區裂 然而在歐巴馬短短15分鐘內演講過後 支持湖中行動的人數急劇上升到60% 由上述兩個例子可知 民意極容易在短時間內有急劇的變化 然而公共政策需要長期的推行 無法以反或多遍的民意作為參考依據 相反的 如果凡事都以民意為第一考量 都以為當下的民意是值得政策推行的方向 那社會的進步就再也不會往前 台灣人健保的成功 要感謝當時受到民意壓力的時候 沒有以民意為優先考量 歐洲的平權婚姻 不也是先抵擋了民意壓力先行 通過到現在滿堂喝彩的另一實力嗎 第二 民意比較在乎自己的利益 不具備通盤專業性 自以民意為優先 會讓公共政策至愛難兴 最後苦的還是人民自己 人民不如當家那樣全盤的了解公共議題 推行公共政策之後 最有感的往往是當下的損失 而非長遠的利益 從混化爐 到發電廠 就是一昧的聽從民意 根本沒有一個可以落實 1979年才切夫人實施經濟自由化 減少福利增加失業造成民意反彈 四年後 此政策的功效開始變得顯著 企業投資成長 民間消費回溫 民意才發現經濟自由化的必要 若是當初 英國以民意為第一套糧 或不像台希爾夫人為英國病開的苦口良藥 那麼今日的英國經濟不會如此發達 普羅大眾並非專演公共政策的專家 當然不該被他們左右 第三 在公共議題中 二元政策容易是衝突的 當兩邊民意對決 以民意為首要考量 只會延當政策的推行 甚至犧牲少數族群的權益 有些議題沒有折衷的空間 只有要與不要和做與不做 這類議題在面對民意時 就容易產生二元對立的僵持 台灣的核能發電廠 蓋了二十年還沒完工 原因就大於支持與反對的民意 永遠是各半的對抗 藍營考慮民意就恢復動工 綠營考慮民意就反對動工 平工與附件的反反覆覆 分分了三千億人民的納稅錢 到現在卻還是沒有讓人民 享受到公共建設帶來的福利 不僅如此 多數覺得結果還會忽視少數的聲音 定義考量的民意不僅無法兼顧弱勢族群 更會違背請丁民意的初衷 1950年代 美國種族隔離政策 受到白人的主流支持 黑人無法享有憲法所保障的民主自由 倘若我們永遠以民意為第一考量 得多數暴力的結果 只是對基本人權的代次侵害 綜上所述 民意多變而不穩定 短視而不專業 衝突而難以平衡 當然不應該做為 推行公共失誤的首要考量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節目 請問請問我們請問 請問您知道 奧利王的實現決策就是 政治經驗結局的支持嗎 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看到 像你剛說的 汽車一些 這個汽車一些 現地考慮它的安全的問題 其實是應該在 我們推行政策之前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應該在制定的一個政策時候就應該討論到的 他應該是現在討論了一個誠意的 沒錯吧 專門我派兩點 我幫大家告訴你說 所謂的第一團老方為什麼要說 提汽車引安全為正義 是告訴大家說 當我們說行車引安全為第一團老的時候 我們今天討論的安全在討論行車 應該是在制定的時候就應該被討論到的呀 制定安全應該被討論到 制定的制定政策的時候 需要有實驗解釋的一個步驟吧 就是我們在 我們在就是在考慮 制定一個政策的時候就要考慮 需要適應解決力還有一些跟屬性 還有損益比之間的一些關係吧 然後我們安全的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應該在制定政策的時候 考慮到損益比之間的問題呀 那不管是在制定政策 或是女方在受推行政策中 女方不是都要以民意為第一團嗎 我幫你再告訴大家說 我方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方認為以民意為第一團是最好的 對啊 可是女方沒有上我論證 我方有上你論證 為什麼安全不是應該是在制定的時候 就應該考慮到的嗎 剛剛我方告訴你 不管是在制定或是在規行的時候 女方會以民意為第一團 然後女方也是最好的 那女方現在是不是生活在民主的社會 我方是 可是我不認為生活在民主的社會 就是以民意為第一團 對啊 女方現在生活在民主社會 還反對一些民主的做法 對方沒有不對 對方沒有不對 首先先告訴女方 今天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不代表凡事都以民意為第一團 因果是民主的社會 但是裁切了夫人 他們也不是民意的學會大陸創造 可是你現在吃了民主的飯 但是裁切了夫人 卻要大陸創造 但是裁切了夫人 我方告訴你 民主的社會 不代表凡事 以民意為第一團 可是我方才 謝謝總方 謝謝總方再變 謝謝啦 有請總方二變博論 時間為三分鐘 即時將會已經開口快後 開始自散 有請 謝謝主持大家好 首先我要澄清一點是 我們並不是只在製定和推補的過程中 都以民意為第一條件 我們在製定的過程中 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 並不是只有民意的一個因素 而在推廣過程中 我們的確應該以民意為第一 考量 然後就是 對方說民意有變化 民意是會變化的 所以政府應該引導民意 告訴大眾 為什麼我們這麼做是對的 而且那些少數 我們也要扛斷那些少數人的意思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也不能放棄他們 他們告訴我們 為什麼我們要反對這項措施呢 我們要從他們的反對中 裸出一些對這些政策的改良 所以我們要制定一個 大家都滿意的一個政策 這才是我們需要的公共政策 然後 在政治學上 有一個著名的理論 叫做塔西佗陷阱 說的是 當一個政府 試吃公信力的時候 不管是說真話還是說假話 無論是做好事還是做壞事 都會被認為是在說假話 做壞事 而那些政府公信力 喪失的背後 恰恰是政府一次又一次 把各種各樣的理由 排在了民意的前面 和大附的PX事件 到台灣的法河四 在這種種地零零零度的反對 發生之前 我們從沒有看到政府 把民意的零品 放到一個應有的角度 如果這是一個民主政府 是一個能夠把民意 當作第一考量的政府 在這種種公共政策的推行中 就必須主動聆聽民眾 真正的需求 必須用民眾看得懂的方式 來帶給他們安全感 民眾對轉基因食品不放心 你就應該主動吃給人家看 政府官員呆頭吃這個轉基因食品 化工廠選址做到抗議 那麼你就應該把政府大樓 照在那裡 你建在那裡 給民眾帶來的榜樣 民眾怎麼可能會害怕 之後化工廠會給你帶來傷害呢 政府大樓都照在那裡了呢 如果敢 民眾就不可能察覺不到民眾 對他們民意的重視 而每一個陷入塔西頭陷阱的政府 無故是在政策的推行中侵蝕了民意 是的公共政策的推行 也不看著人民的理解、支持和信任 但這一切的前提 在於人民要表達 懷疑和恐懼的區道 並且從政府那裡獲得一份安全感 我們的政府則 需要格外真實人民的信任 更加注重國民的情緒 民意成為連接政府和人民利根紐帶 這裡一旦算列迎接政府的 將是塔西托陷阱的悲哀聲音 諸位我們政府為什麼要存在 為了為人民服務 如果我們也喪失了公信力了 那我們怎麼為人民服務呢 我們真是要有這種公信力 不斷地創造出大家都滿意的公共政策 才能使這個社會變得更加美好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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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 絕對 我的歌詞 公文教室 如果今天名義說不做的話,一般還做嗎? 我們需要看到這個度,如果是五五開,那麼五,你聽我說完好嗎?這個非常重要的 如果這個五五開的話,大部分名義都是在反對 那你幫怎麼往後其他五十八再做? 你聽我說完好嗎?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五十五開,這個很長,一定要說完 今天五五開,太簡單,假推的情境,今天勞資雙方對立,勞方可能是在於少數對不對? 勞工,勞資雙方,資方就是勞辦,勞工,勞辦勞工,可以嗎? 資方在於少數,然後勞工在於多數,這是一個對立的情況是不是? 什麼情況才能導致對立? 而且我幫他們說,你們打斷我,很重要 如果是三七開的話,七十個人成立 所以我們就要有一定的三十的人為什麼反對,來使這個政策變得更好? 為什麼反對是有很多種原因的? 我們要一定多方的原因來改進這個政策 做不做,做不做 民方要贓,那30%的人什麼時候會同意做? 30%不同意的人什麼時候做? 怎麼他們會同意我們再做? 所謂民方今天的這個政策會有點檔,民方承擔就是成本的看位 承擔就是民主的代價 對,如果民方依靠民的話 民方願不願意所有政策都依復公投,願不願意 就是全部都這樣公投來決定 民方的態度是民意既然這麼重要,那要不要公投,全部都公投好不好? 谢谢法方商店 下来一个名反方二变广告 请电视为了三分钟 即时将会离开宝贝 或开始我们再有请 谢谢主席 其实我们今天不难发现 我们组合表程都到底没有表态 他们到底听不听民众的意见 怎么说 他们一开始说 制定政策的时候 他们是做综合考量 不听民众的意见 首先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共识 就是他们也知道 高官哥的这件事情 不能单以名义为考量 再来他们说 到推行的时候 组合表来说解决例 好我们来说解决例 推行的时候怎么样 组合表说要做最少数的声音 可是我们可以发现什么 最后面我们来说 多数觉得 再来说 尊重小数声音 他们说 只要有30%的人反对 他们就会回头检视政策 可是最后面有这个行为 在他们有人反对 他们就会回头检视政策 修改政策的时候 是不是他们其实制定政策的时候 也是以民意为第一考量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什么 最后面今天的态度 其实只要有人反对 哪怕是一个人反对 他们为了尊重小数的声音 他们都不会做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样少数反对的声音 他们还是必须要听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样子推行制度 会成了什么问题 第一 他们如果要一直等到 每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反对的一天 那这个公共政策 只会不断的延宕 公共表说 只要可能有盖核电厂 然后五五扩的时候 他们不做 70 30的时候 他们要试着修改政策 那公共表 到底你帮公共政策 拖到什么时候才能做 核电厂再不盖 人民没有电可以用 本后如再不见 垃圾满街都是 还会污染各个城市的污染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什么 所以在公共表 想要顾及每个民意的时候 他们的政策 怎么不断延宕 更何况 今天他们也会因为 有民众反对 他们就不做的时候 是不是就罔顾 他们前面制定的时候 的一些正业考量 他们知道正业考量的时候 知道他必须做 结果因为有人反对 他们就不做 这样是不是 这些什么国家的 一些必要的政策 都没有办法推行 再来我们看 如果各方表还是觉得 只要他们要不断倾听民众 可是我们可以发现什么 民意是多变的 像今天我们一开始 实行健保的时候 多数人都是反对的 但实行之后 人民才开始支持 如果各方表的态度是 推行的时候 我们要不断倾听民意的话 那在民意多变的时候 你是不是桥盖到一半 突然有人说 这个桥不太好 民方就停建 突然有人说 我们需要这个桥 我民方就继续建 那这样子在民方世界下 到底要怎么实行这个公共政策 这样民意多变百当的情况下 公共政策是需要长远推行的 中文表却不断变动 这样的政策要怎么推行下去呢 在我们看 公共政策前面有说 他们觉得 他们觉得对立的情况是 他们还是要尊重想助 可是太多东西它是二人对立的 有些东西你瞧要干 就是要或不要 没有中间选项 你要盖洪化五四中间 没有中间选项 只能选要跟不要 那中文表到底要怎么 尊重少数的民意 这后对方没有说 他们认为所谓民主的价值 体现在每个人的想法都要听见 可是就如前面所说的 他们其实是做不到的 再来对方没有说 他们担心只要民众反对 会影响到施政的效率 可是哪一个政策 不是有少数人民反对 财契而不仍在实际 现在把帮帮人翻译 也要学到反对的时间 请留步 请正方一边上台至学 时间为两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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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国家推行的每一个政策 也都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我们 所以对一个明主国家来说 在推行国务政策的过程当中 把人民的意愿作为第一考量 才是符合了这个民主国家的本质属性 也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对民主精神的最好回归 在民主国家 我们每一个人不该是那个强大国家 机器运转统治和管理的对象 而是这部机器伟大的构建者 我们发出一个用一种紧性的方式来约起来 而这其中的纽带只能是在公共政策中 抬耀着民意的光辉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 这是我们自己的祖国 在这里活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 然后对方没有 我还要告诉你们的是 我们现在不是要公示少数人的声音 我们正是因为倾听了这些少数人的声音 我们要包容那些不理性的声音 然后那些声音才会 那些声音才会打些你尊重一些政策 然后才不会让政府失去一些公信力 谢谢大家 谢谢正方单面请你留步 请反方一面上台计论 时间为两分钟 那我问民方 当时白人大多数都是反对黑人努力 都反对释放黑人努力 那民方的话 民方会让黑人努力被释放 还是让黑人努力继续被他们使用 我们当然是要把民意做为低卡 对 以民意做为低卡 民方不会释放黑人努力 对不对 所以以民意为低卡 推行的时候 民方就看到那些大部分白人都反对 民方不会推行 对不对 民方告诉我们大部分人就不要 所以就不要 对不对 我方不是说大部分人不要就不要 我方不是说大部分人不要就不要 我方不是说大部分人不要 到底民方的以民意为低卡 到底体现的哪 民方一下告诉我说 大部分人不要就不要 一下告诉我说不是这样 那请问到底要不要 我方说那是就是 不能忽视那些小数的声音 然后那些小数 不能忽视小数 那请问这些大部分 大部分的这些男方人 他们不是要释放黑人努力继续 民方又不管吗 我方不是没关系 我方其实都没关系 你方就直接告诉我好了 其实黑人努力 你在民方的世界下 你方是不是放 我们当然是把我们要听你做 我方听民方是不是放 大部分的男方人 大部分的男方人都说 我们不要释放 而黑人说我们要释放 你方是不是放 小部分的人才说要释放 说你方是不是放 我方只要听要和不要 我们大部分是要问 不能忽视那些小数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都要不要 我方就完全没办法告诉我 他方要不要 那没关我方再问下一个例子 我方问你 今天这些种族隔离 现在美国黑人 还有美国白人 他们有一个种族隔离政策 以前存在 那现在他废除了 在民方世界底下 他要不要废除 这些一个什么 大部分的人都说 大部分的白人 不想跟黑人在一起的时候 黑人就说 我们当然不想要 跟白人隔离出来 可是白人就觉得 我们一定要隔离 白人又占大 所以他民方会不会废除 谢谢反方意见 最后有请反方 暂遍博弱的时间为三分钟 即时将会离开口 快以后 开始进展为期 过在场各位 今天刚刚没有 今天台语最大的价格 他说民主 我刚刚那一谈民主 今天民主 实在不是意义 什么东西 都凡是以人民为考量 今天民主是责任正经 人民 国家对人民不责 不是以民意 去做完全政策实习的领导 再来 我刚刚直接确认 民主太有问题 今天一直都问对方 可是最后一直有 我们的感觉 首先第一个 如果今天自敌相政策 民意很反抗 民主做不做 如果今天大多数都决定 说要做的时候 民主是不是硬要满干 或者说对方没有 如果今天民意 民主这么依赖的话 民主愿不愿意 所有政策 全部移乎公同 那么民主没有被我确定 说民主不懂 民主第一考量 到底体系在哪里 但是我方今天很明确 给大家一个标准 今天今天双方最大的不同 就是 推行公共政策的时候 民意是不是要 走在公共政策之前 或是之后 很想我方今天态度明确 今天公共政策 推行的时候 必须民意走在之后 而且我方的态度也是 今天公共政策 绝对不会被民意所拔掉 为什么 各位朋友 今天都没有跟我方讲 公共政策 与民意之间的关系 我们来讨论一下 今天公共政策 为什么不应 以民意作为考量 首先第一点 公共政策是长远的 民意是短视的 民意很容易 受到自己当下的感受 而否定这个公共政策的时候 民意当跟我说要讨论 但是公共政策 不经的讨论 不经的等待 他今天今天 我在想说 今天推行 一开始推行的时候 想说 啊你还没有生病 却要小一笔钱的时候 民众举国 哗然 想说为什么要 去推行这政策 我为什么要纳钱 所以这时候 跟他没有 民意方的态度 说今天我们 不要做健保了 但是今天 健保时 是20年 都发现什么 他是全国 马力度最高的政策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 如果当时对方没有态度 说他不做哦 再来 对方没有 你一方知道吗 今天 你再提一个例 今天希腊 破产的国家 他们在推行准结政策 今天民意首先考量是 如果我今天 腹力被删减 我要怎么办 今天民意绝对不会像 一方一样 废税 比如说 我不做就不做 他还是以自理为考量的时候 今天准结政策 希腊一直延大 所以这个国家 永远不会 因为今天如果 国家通盘讨论的时候 一定是就现况去做讨论 今天民意很容易 被自理的情况 很容易被蒙冰 这时候 对方没有 民方政策 都不会落实 再来 对方没有 民方知道吗 今天民意可以 它是扶动的 它可以 它在跟着它 不同的事业 不同的状态 它都可以去变动 但是公共政策 就不经得 遭令性感 今天假如我今天 是最简单的例子 我今天是进口 有一进口商 跟出口商 在一个国家 可能需要大量 出口来提升 或是大量出口的时候 那进口商不爽了 民方要怎么解决 民方跟我说 我们还是要透过 理性的讨论 去投票 或去让大家都 丰富表达意见 但是请问一下 对方没有 今天它就是 呈现一个两缘堆的状态 民方要怎么解释 再来对方没有 民方也知道吗 民方提现民主的价值 不是说会议 就叫做独裁 最恐怖的 不是政府独裁 这种可能是多数的暴力 今天民方知道 如果今天20%的人 是代表少数 他是被忽视的群体的时候 民方知道 今天不以民意为考量 4000人的权利是 一定会分布此的 现在谢谢三面 请您留步 请政方二面上台 此举 时间为两千钟 民方一直问我说 民意是变动的对不对 是的 所以我们让政府来引导 对 政府通常考虑之后来引导 对 所以政府要引导 我们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啊 什么问题 民方就让政府来解决问题 民方是以民意来解决问题 对啊 我们政府通过民意 我们来引导这种民意 各方为什么都会为什么做 什么什么 我们要负责任这个 我们为什么要推议这个 这个 为什么要推议这个 这个 对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引导民意啊 我们要引导民意 都是他们啊 来时间转费到民 但我们要做什么 都对啊 可是通常民 通常政果态就是民政果态 也不见得一样啊 今天政府说好 我也要决定要释放非奴 这是人确的表现 但是今天黑奴公他就说 我就让你释放黑奴 这双民方怎么引导 他就不要 他就是自立的啊 民主引导 就是领导啊 调节啊 两个对立 必须要调节啊 对对对 你要调节到什么时候 今天进口商跟出口商 两个例子就是冲突的时候 民方怎么调节 但是政府都是为了自己的 国家利益好 民方怎么调节 请问一下 因为这是民主的代价 我们一定要用 我们花很多代价 很多代价 很多时间和物理 为了去调节 这是我们花给民主的代价 我们不用民主 我们不要调节 两个人 但是我刚告诉你 民主国的智慧 您刚刚帮到我的资讯 计划好吗 计划的民主值多少钱呢 民主值多少钱 它是国官的资计 您放资计出来吧 我刚觉得国民是国家的 无价之宝 所以我们应该 听取每个国民的意见 不仅仅是公投 而且要设立意见 把他们的意见收集起来 一点一点的去推 那您帮大陆这么多人 这么多几亿的意见 您帮都听这样子吗 对 我们共和国民一直在听 我方一直在听 收集各方意见 不断的完善这个政策 懂吗 那就像是您帮五年计划好了 有些人可能不支持的话 您帮还会推行五年计划 对 我方一直在那个 就算突破了这个期限 我们也要坚持这个民主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人 在这个生活中 作为一个人 我刚刚民主在政策中 那你说民主就是责任政策 是国家对人民负责 不是人民对人民负责 耶 他们是责任政策啊 就是你 因为我们国民 国家对人民负责 先在召唤外面 在进入手冰箱界的自由变论以前 现在将是两分钟的教练节 终其一时间 再解释 继续开始 地区 和中国人负责 和中国人财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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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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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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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